炸掉美国需要有多少个导弹 目前为止关于炸掉整个美国的数据还是没有 但是炸掉东岸和西岸的倒是知道了 俄罗斯的国会议员在俄罗斯的电视台上充满信心的说 我绝对要告诉你要摧毁整个美国东海岸 只需要两枚Sarmat导弹 西海岸也一样 一共四枚东岸西岸将一无所有 为啥不炸中部呢 因为人太少是吧 核武咱怕啥呀 对不对 俄罗斯有核武 美国也有啊 你威胁炸我 我也可以威胁炸你 对吧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我威胁你 你威胁我的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就出在美国的核武在谁的手上 拜登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危险性的话 那下面我就要放给你一段视频 你大概看完了之后 就知道我们基本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 你你你你你 got the vaccination 你听懂了吗 哎没听懂就对了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语言上面的隔阂 就算你会英语 你肯定还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因为他说的这个东西呢 就像一个梦游的老年人 完全没有任何的逻辑 所以就是总而言之 美国现在最强大的武器 就是在这个人的手上了 那么这位老年人在受到俄罗斯的威胁的时候 说要把东西两岸发四个核武 夸插都灭掉的时候 他在干啥呢 他在抓紧时间 想要一举拿下宪法第二修正案 就是持枪权 美国人都知道 如果你要是想要达到完全的极权 那首先要做的就是把美国的宪法第二修正案给拿掉 人民的手中如果没有枪就没有任何的力量去应对政府的压迫 这也就是宪法第二修正案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 不管你是不是美国人 或许你在的国家已经完全了剥夺人民有机会反抗政府的能力 但是如果你看历史就不难发现 各个国家要集权的第一步 就是拿走人民的武器 以防人民推翻政府 当然独裁者们并不傻 他们不会过来直接告诉你说 我们反对宪法第二修正案 我们要拿走枪是因为我们怕你们造反 相反 他们会利用各种发生的事件 来让你自动的认为 枪支是我们不需要的 而且是坏的 是可以杀人的 所以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 我们必须要放弃枪支 这个套路是不是跟打疫苗很像啊 为了别人的安全 所以你要打疫苗 为了大家的安全 所以你要把枪全部交给政府 那么越临近七中选举发生的这种事情就越来越多 这些事情呢都是对民主党非常有利的 比如说各地发生的枪击案 在这些枪击案的过程中 民主党人从来都没有想出一个真正能够有效减少枪击案的办法 相反 他们利用这些惨痛的事件来顺水推舟 以达到完全控制的目的 最后还有继续